芝加哥是美国仅次于纽约、洛杉矶的 第三大城市,位于伊利诺州、密西西比河以东 是美国中西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来芝加哥玩就是准备参加一趟文化之旅 享受一趟欣赏建筑、品尝美食和享受艺术文化活动的行程 以下我们简短的介绍芝加哥的重要景点 芝加哥光是在市区内就有相当多的景点 首先第一个必访的就是Grand Park Grand Park是芝加哥市中心的城市公园 景临密西根湖,占地319英亩 包括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千禧公园、白金汉喷泉及其他博物馆 都在它的范围之内 沿着湖岸边的步道、Lakefront Trail、散步、湖景相当美丽 可以看到芝加哥天际线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是美国三大美术馆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美术馆之一 建于1891年,展品极丰富 尤其已收藏了大量印象派画家 包括莫内、范古、雷诺瓦等 大师杰作著称 馆藏以西方作品为主 但也兼收了世界各地其他国家 跨越千年的艺术品 馆藏丰富 是芝加哥的必有艺术圣地 千禧公园是芝加哥市中心的公园 堪村芝加哥的公共艺术中心 距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其实也非常近 公园中央巨大的银色艺术装置 是芝加哥地标之一 正式名称是Cloud Gate 是以168个不锈钢板 听接而成 因为它的形状 人们通常称它为The Beam 千禧公园的喷水池非常特别 名客王Fountain 这座喷水池两侧有两个高14米的玻璃瓷砖塔 上面显示着芝加哥市民的脸孔 设计象征着芝加哥市民的多样性和文化背景 夜间尤其美丽 除了水景相当漂亮以外 在夏季也是许多游客玩水消除的好地方 在夏季时 来到千禧公园必不可错过的还有露天音乐会 在夏季期间 通常每天都有免费音乐会的尝试 周末才有不止一场 露天音乐听名为 BJ Pritzker Pavilion 以音箱和天幕形成独特外观 我们来时先是联听了两天周末的拉赫曼尼诺夫 后来又在平日听了一场LUB演出 晚上的演出很多人喜欢一边在后面的草地野餐 周末我们甚至看到有人准备了全套的桌椅和竹工晚餐 是非常棒的体验 白金汉喷泉会于Grant Park中心 这个喷泉相当巨大壮观 其造型灵感来自凡尔赛工的拉特纳方程 在每年4月到10月间使用 晚上会有灯光秀表演 如果有机会 可以顺带安排从Grant Park可以坐Water Taxi 到海军码头 一路可以欣赏密西跟湖景 也是欣赏芝加哥天际县的绝佳方式 海军码头有许多好逛的商店与餐厅 还有个相当吸睛的摩天轮 高50米 晚上灯点亮后 更是让整个海军码头都变得非常漂亮 供完海军码头后 可以顺带到橡树街海滩走走 橡树街海滩是一座在市中心东北的高楼大厦之间 仅约200公尺长 却相当美丽的沙滩 这里可以清净清澈的湖水 还可以同时享受美丽的海滩与建筑风景 林肯公园是芝加哥北部湖岸的大型公园 公园内设有动物园 温室 自然博物馆和多个海滩 这里的自然步道可以轻松走走 公园内就有个小小的农场 让城市里的小朋友们 有在附近亲近农场动物的机会 林肯公园动物园可以免费参观 以市区内的动物园来说 物种相当丰富 其实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动物园之一 可以追溯到1868年 在林肯公园对面不远 就是芝加哥旧城区 芝加哥的旧城区建筑风格颇为多样 包括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 意大利风情和现代风格的建筑等等 芝加哥是中心常达英里的购物街华丽英里 是芝加哥最受欢迎的景点 之所以叫做华丽英里 是因为这条街上有许多高级精品店 豪华酒店 或知名餐厅 不过 华丽英里最精彩处是建筑和城市风景 这里有许多知名的摩天大楼如 Lazone Hancock Center 和Wrigley Building 等等 如果你想要从更高的角度 观看芝加哥的摩天大楼和湖畔美景 不妨找一座摩天大楼观景台去参观 Skydive Chicago 位于威利斯塔尔顶层 市府看芝加哥市区风景的好位置 门票包括在Circargo City Pass中 所以游客很多 Skydive最特别之处在特别设计的玻璃观景台LAD 悬挂在威利斯大厦的第103层 高达1353英尺 走进这个观景台 四周没有障碍 庞幅飘浮在103楼高度的空中欣赏芝加哥市 非常刺激 在夕阳西夏前到达 正好可从白天看到夜景 360芝加哥是另外一个知名的高楼观景台 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约翰和考课中心的第94层 和Skydive角度不同 这里可以看到更清楚的湖岸景观 全景观景室帖有悬挂在约翰和考课中心的第94层 高达1000英尺 如果你喜欢在河边漫步的浪漫 别错过了Sekago River Walk 这是沿芝加哥和南岸的步道 全长约两公里 南岸步道上有不少餐厅商店可逛 从河边观赏芝加哥建筑也是非常漂亮的角度 虽然四周高楼林立 和上滑独木舟 坐观光船的人也多得很 很有休闲气氛 经过桥梁和运河感觉像是走在现代建筑版的威尼斯运河 有兴趣更了解周遭的建筑历史 可以参加River Cruise行程 慢慢航行在芝加哥河上 听导游讲解芝加哥知名建筑的历史 芝加哥还有许多知名博物馆可以参观 Field Museum是自然历史博物馆 收藏了众多动物 植物和化石等自然相关的展品 如果使用City Pass的话 可以参观所有特展包括四选一的3D电影 虽然是自然历史博物馆 其实也包括一些其他文物的展览 例如埃及展 树林生态展之类 镇馆之宝展品是 Suder T-Rex 这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暴龙化石 长达12米 芝加哥水族馆展出来自全球各地的海洋生物 包括鲨鱼 海豚 海狮和海龟等等 水族馆中的海洋剧场每天会举行不同的演出 小白金相当可爱 芝加哥现代艺术馆是专门展示 现代艺术的博物馆 展出的内容非常丰富和多样化 博物馆内的展品包括了绘画 雕塑 摄影 录像和新媒体等 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 更多心得和相关连结 我们放在叙述栏中给大家参考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时空女人杂技的YouTube频道哦